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啊 知道了 得到绿飞的承诺之后 我心里面总算放心了 今晚可以睡安稳觉呢 啊 不是啊 姜之牙还跟别的女人搞在一起啊 都还是很担心的 当我走到陆家楼下的时候 我还是不敢上去 陆飞在我左丁竹又丁竹的情况之下 拿着个蛋糕上了楼了 我听到上面传来了关门的声音之后 我才离开的 到了这个时候 我才开始考虑 我应该怎样回家呢 回家那条公交线路呢 对面村的人搬走了之后取消了 最近一直都是自己开车出来的 现在要走路回去啊 真是少有啊 不如啊 飞回去啦 现在天色都这么黑了 那些北风吹得呼呼声 屋外的人很少的啦 就算飞回去 应该不会被人发觉到的 于是我是找了一条小巷 在里面见到周围都没有人之后 踩着那些墙壁一直向着上面跑 很快就来到六楼的楼顶了 这里一个人都没有啊 哈哈 古有线盒遇见飞行 今天有个木东青踩着砖头来飞 没错啊 就是砖头啊 如果不用法宝飞剑之旅来帮忙来飞行呢 速度慢不单止呢 对妖怪真气的消耗还很大 以我真气的水平来说呢 用真气托着身体来飞 是飞不起身的 而一旦用了妖气 飞行显露出来的大量妖气又过于明显 于是就唯有选择踩着砖头来飞 了 我拿出构砖头 用真气和意识注入其中 等它长大了一点 跟手我是凌空坐了上去 现在这些真气真是随心移动的 真是施展法术的好能量来的 呼呼 我加速 加速 再加速 这个砖头 载着我 从我面包仔的速度 慢慢向着F1赛车的速度进发 那些风吹到我越来越动 我立刻控制着真气 在我身上形成了一层虚寒的防御层 从天上向下面看 青木市灯光斑斓 很漂亮啊 我一直欣赏着青木市的风景 突然间从天边远方出现了一个微亮的光点 很快速地向我飞过来 我心里觉得有点害怕了 什么事啊 外星人? UFO? 结果认真一看 见到的是一个踩着飞剑的人向我飞过来 那些飘翼的身姿流畅的飞行轨道 我就知道 绝对跟我的踩砖头飞 是不是一个档次的 对方高级很多 是收真者啊? 我连忙想找地方躲的了 但是 半空之中什么鬼都没有 哪有得躲啊? 唯有我眼白白地看着对方追上我 来到我的身边了 不过 令我吃惊的是 这个遇见飞行的人 居然是一个妙龄女子 穿着蓝白花纹的长裙的道袍 柔顺的长发 扎着发鸡 面如尾玉 眼若胶月 如使着一把 好像碧玉的飞剑 好像天仙下凡那样 传说之中 最漂亮的女人出现在我面前了 不过 我好像没有上网约她的 我整面痴呆地看着 和我并驾齐飞的仙女 那个砖头慢慢地在这里减速 直到最后停下来 那个仙女将她口地跟我说话了 这位道友 请问 我反应过来了 真气已经不自觉地断开了供级 连人带砖地从空中跌了下去 啊 啊 喂 喂 那个仙女好吃镜地飞了下来 一下子捉住了我的手 等我掉了在凌空之中 都还未反应这只手拉手的触感 那仙女突然间又松开了一只手 等我向着下面跌下去 我立刻用意识召唤回一只砖头 一脚踩在飞回来的砖头上面 熬了几下 这样才站稳 我一手拿着蛋糕盒 很不满意地担个头看着上面的仙女说 喂 你干嘛松手呢 撑点打死你啊 赢我啦 那个仙女倒低头 充满怯意地跟我说 不好意思啊 师门规定 男女瘦瘦不亲 她看着刚才拉我那只手 面露蓝色 还偷偷地抹了抹贴 耶哦 她这样我就不like了 师门规矩? 喂 你怎么犯的啊 哈? 什么话? 你这么都不懂啊? 肯定出来生气了没多久了 我意思是问你啊 你是什么门派啊 那仙女很静重地说 我是苍蕊门长空真人弟子 呂以穴 道友说得没错 以穴的确对落沙没多久了 对于世俗规则并不是很了解 如有没饭的话 请见谅啊 哦 原来是一个小龙女型的蠢猪来的 哈哈 这么好玩啊 我飞上天好认真地跟她说 真是什么都不懂的妹丁啊 那我就教下你了 在山下边 年轻和年轻之间都是兄妹相称的 这样才显得互相尊重和互相爱护的嘛 我呢 就叫木东青 按照山下面的规矩 你应该叫我做东青哥哥 我应该叫你做以穴妹妹的 雷以穴她面露蓝色 有些怀疑地看着我说 真是这样的 啊 又蠢不晒啊 我立刻又说了 互相怀疑 是山下面十分忌諱的事 你不可以随随便便地 怀疑其他人说的话的 嗯 这样 以穴妹妹 我说笑地说 喏 我已经叫了你了 现在轮到你叫我了 知不知道她怎么叫啊 雷以穴她低头 怕丑地说 东青哥哥 哇 啊 我整个人都远了 整个人轻飘飘的 不行啊 我一定要叫小雪学下才行 等小雪说回一句 东青哥哥 哇 那我就不想到什么 乖啊 好妹妹 女以穴她怕丑 好认真地望着我啊 东青哥哥 我这次下山是奉师父之命 除了下山历练之外 还要去到青木市 捉拿一帮害人的妖怪 不知道东青哥哥 知不知道这件事呢 一说到妖怪 我立刻清醒过来 好紧张地问女以穴 什么妖怪啊 难道 仓魂门已经盯上了我们 幸好是女以穴她说 一帮蝙蝠妖 我送回一口气话 不知道啊 不过我立刻又改口说 呃 好像是遇到过类似的妖气的 雷以穴 她有点兴奋地问 冬青哥哥 你有线索? 我就指着南边说了 昨天我经过南方 大概200里的地方 偶然闻到一股蝙蝙蝎的妖气 似乎向着南边的方向去了 你或者 可以去更加南边的地方 找到她也不一定的 雷以穴她很失落的说 那么远啊 但是东青哥哥 你怎么会问得到 她们是蝙蝠妖的 跟着她又担过头望着我说 不是啊 总之 多谢东青哥哥 告诉我知道妖怪在哪里 没有啊 我现在就在捉拿那帮害人的妖怪 我呆了一会儿 马上就乱说了 哈哈 我的鼻子就特别人蝙蝙的 能够从妖气里分辨执出 对方是什么妖怪的 啊? 难道你在这里怀疑我? 雷以穴她摇头说 嗯 有缘再见啦 东青哥哥 看见到雷以穴好像很急要离开那样 我猜她应该是怕了我了 哦 那我们有缘再见啦 乙员妹妹 其实心里面说的那句就是 我不是妖怪呢? 啊 最好都是以后不要见了 雷以穴她向着我礼智性的鞠躬 带着微笑地说 有缘再见啦 东青哥哥 说完她踩着飞剑 箭一样的飞走了 即是留下了一个背影给我 哇 真是漂亮啊 可惜啊 是一个收贞者 浪费了啊 啊 我为什么不记得 录下她说的那句 东青哥哥呢? 估计我一生都听不到的了 但我果然是一个梅控啊 明天叫小说都叫我这句东青哥哥先 欢迎大家收听 都是爆笑收真小说 我是妖怪我怕水 作者沙米王子 主播古狗飞小小肥 第141集 原本答应家那些妖怪打包吃的东西回去的时候 因为被陈兵赶走了没搞到 我就买了个大蛋糕回来补偿他们 对此呢 狗哥就非常不满 因为大蛋糕对于他来说 只是够他一个人吃的 晚上一睡觉的时候 抱着小鹿怎么也睡不着 大概已经习惯了 姜子牙在我房里面通宵在玩电脑的了 现在的房子黑乱乱的 太过安静了 小鹿他已经睡着了 看着他没什么精神的样子 我真的挺担心的 如果这个时候是夏天 他一定是很活泼地踢着我 又或者扯着我不让他睡觉 要我陪他玩的 现在是冬天了 真的很安静 姜子牙 她今晚怎么办 她和一个这么性感 这么漂亮的女人在那间房 是不是真的把持到的 就算说她是先人之身 都是一个几千岁的死小鹿 我心里面都是很担心的 就算她把持到 万一和他下药 跟着用一条绳子 把年轻姜绑起身 一边淫笑着 一边拿一条鞭在那边 逼着姜子牙叫他老婆 哎呀 想想 无关冻 想想想 哈 自己睡鬼着了 白天天亮的时候 我睁开大眼 立刻就见到 坐在电脑桌前面 戴着耳机 双手捧着BSV 在那玩游戏的姜子牙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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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婆婆婆婆 你说什么时候回来啊 她很专注 又很激动 那些手指很快速地在那里 里啪啪啪啪啪啪啪 不停地按 一点都不像是一个 玩了整晚的男人 我怀里面还在睡懒觉的小龙 我好小心地下了床 一直走到姜子牙的后面 我就小小声问他 喂 死小子 昨晚去了哪里 你看 赢我不告诉你 姜子牙的一边打游戏 一边从我布袋子里面 拿出了一袋银纸 大概是一千元左右 他头都不会跟我说 现在你赢我就有钱了 不用再受你摆布了 一千元都是银纸吗 不过我也很喜欢的 我好惊讶地说 蛤 难道你真的出卖了自己的肉体 姜子牙 他生气爆爆地回头挖住我 你胡说 你胡说什么 这些是你赢我 做事赚回来的 我知道 埋伸也是做事嘛 他站起来就想打我了 我立刻主研话 那你为什么回来呢 那里不是有很多游戏给你玩的吗 姜子牙 她很不耐烦的 啊 原本还谈得好地地的 那个女人真的认识很多游戏的东西 家里面还有很多可以玩的游戏 不过呢 那个女人竟然落药 想得到你阿爷我的神阳童子之身 我就一巴钉过去 告诉他 如果再这样 就别想找你阿爷我做事了 然后他就乖乖地 等你阿爷我换了几套衣服 又拍了几张照片 那就算搞定一次工作了 我觉得在他那里不是很安全 所以拿了几个游戏卡 我就回来了 啊 又真的被我猜中了 那个女人真的对姜子牙落药啊 等一等 纯阳童子之身 我很好出气啊 喂 你还是柱男来的 姜子牙他皱实眉头不明白地问 柱男 柱男问什么呀 为什么昨晚那个红年也是这样问我 哦 那个性感女郎叫红年啊 哇 又挺似的啊 我小小的和姜子牙解释了一番话 然后他很轻滅地笑着 哼 真是骚髒啊 拥有纯阳童子之身 是修真之仁的一个优势来的 那个女人 纵纵毁了你阿爷我的童子登 哼 真是妄想啊 哼 看来还是死年轻一个 无论过了这么多年 童子身都还在 还不是一个死年轻? 我真是想用当初 黄思恩润我那番话来说 你迪是柱男应该说的说话吗? 不过还是算了 他只是会觉得很骄傲 一点都不明白啊 唉 不过呢 姜子牙他转了口气了 似乎有点不高兴的说 不知为什么呢? 你阿爷我闻到他身上 肯定有一股很奇怪的血腥味 我好奇怪地问 血腥味? 反正就是一股血腥味了 你阿爷我呢 封印了袋友的根气 所以感觉得不太清楚 可能就是我想多了 想多了? 那样样的词会 真是第一次听到他口里面说的 我看吃姜子牙 好认真在想着咒实的味头 总是觉得 昨晚之后 姜子牙有点和以前不同 一早早 因为买了几台热风机 家里面暖了很多 那些妖怪都起了身 姜爷和九哥都是照狗 一个坐一个趴 在沙发上面很无聊地看着电视 不过今天之后 他们多了一个盘 肚女也缩在沙发上面 呆一呆地看着电视 这个很神奇的东西 清岳和黄幽在厨房煮早餐 霍玉和石大山在果园里面散步 姜子牙在房里面打游戏机 我抱着小鹿也出来了 把小鹿摆在沙发上面 小鹿十分不高兴 几乎要哭出来 不过 当我打开了客厅里面一盏太阳灯之后 他省大眼看着屋顶的太阳灯 他那块一只很阴沉的面上 终于露出了一些很满足的表情 这样的太阳灯 我在客厅和我的房里都安装了一盏 但是是我昨天特意帮他买的 不过功率太大了 昨晚叫黄幽换了一些电路之后 今早才能用到 只不过我以后睡觉要戴眼罩才行 清岳和黄幽拿了粥粉的早餐进来 姜子牙星爺九哥还有兔女立刻围上来等着吃东西 清岳很细心地帮大家拔了粥 黄幽去院里面叫霍玉和石大山 我抱着小鹿坐下了 一家人到齐的时候 各个物种各有食相 我除了要和那些妖怪争食之外 还要一根一根地喂小鹿吃粥 吃下吃下 间不中见到小鹿丹起一只眼 挑衅地对着小鹿斩了一下 然后他马上好像死固固一样 反观兔女呢 被小鹿这样斩 吓得缩一缩一缩 哈 小鹿这个妹钉 吃得吓人了 虽然知道他在这个季节真的不是很舒服 但是现在有了热风机和太阳灯 多多少少应该会好些 看他现在借晰的样子 那算是怎样 就是假扮东西 我扮起面放一碗粥在桌上 对着小鹿的话 自己吃吧 我没力 吃不到 啊 那你饿死算了 小鹿睁大眼 嘟着嘴看着我 我没理他 自己继续吃早餐 小鹿斗了气一阵 知道我不会再喂他了 就自己死死地气地自己不足吃 我见到兔女吃早餐的时候闷闷不浪 很少店的早餐的 我问他 你干什么不吃啊 是不是有哪个坏人吓到你啊 兔女他很小心地瞅了小鹿一眼 被小鹿呢 好饿地离回去 他就倒下头小小声说 不是啊 只不过我喜欢吃生的青菜 不习惯吃这些煮过的食物了 噢 这样啊 我另一转头 你旁边的黄幼说 喂 黄魔啊 以后煮饭的时候 你另外做一盆青菜沙律给他 黄幼他拿起面说 沙律啊 我不会做的啊 那你就学咯 你这么聪明 一盆沙律而已 难到你的 哈 那当然了 当然难过不了 肚女露出笑容和我们说 谢谢 嘿嘿 不用客气啊 你放心啊 包在我身上 我和黄幽啊 立刻遭遇到 来自小鹿带有怒气的视线 我们两个对视了一眼 意思就很明显了 啊 这个死妹丁啊 这么小气啊 今天凌晨三点 在南平街东里小行 遭到谋杀 空手利用利器割开被害人条颈 导致大量出血死亡 警方现在已经封锁了案发现场 并且拒绝记者的采访 电视上的镜头转到行仔里面的现场 行仔被警察包围保护住 拉起了封锁线 而记者想进入行仔里进行调查 但是就被警察制止了 那个警察就说了 现在还不能进去的 请你离开这里 请问可不可以提供一些 这件案件的详细描述 不好意思啊 现在还未能够公布 为什么啊 总之现在还未能够公布 你不要再问了 现在禁止采访啊 警察挡着记者 间不中还要出手推开记者 不过记者里面的镜头 还是拍到行仔里面的情形 几个警察围着一句 被白布掩着的尸体 有些法医的医生 很小心地掀开白布的一角 好贵血声啊 要打格仔啊 新闻很快就结束了 接着又播下一条 我回过神 那才发觉那些妖怪 全部望着电视机 除了兔女并不了解 南平街是什么地方 很好奇地打量着我们 那些妖怪都回复回来了 继续吃早餐 霍玉他就说了 南平街好像治安不是那么好的 黄丘他说 我之前在那里混过的 自安真的不是挺好的 打架劲友经常都有的了 不过杀人就很少见的 石大山他说 哦 这也很危险啊 不过我是不怕的 不过我是不怕的 不过是刚刚才随着尸体的白布呢 虽然不是很明显 但是就将人体的骨隔突显了出来 好像是随着一个瘦到 只是剩下骨头的人来的 哇 你这样也看得出啊 我是只是当姜子牙说的那些说话 是随口说的 没有当真的 不过当我家门口打开了 刘强东拿着一封信 懒洋洋地走进来的时候 这件事就有些变化了 感谢大家收听 游会声文化 红达以太共同出品 暖暖有声诚意制作 我是妖怪我怕谁 欢迎各位订阅点赞 评论转发 欢迎大家收听 都是爆笑收真小说 我是妖怪我怕谁 作者 沙米王子 主播 鼓狗飞 小小肥 第142集 入门的刘强东 看到我们在这里吃早餐 原本烂烂散散的他 马上来的精神 哇 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 都还未问他为什么跑来我家 我就跟他说 想吃自己去厨房拿碗筷 对了 咖啥咖啥咖啥 手快有手万无 刘强东 马上跑去厨房拿碗筷 还不懂得出去 逼进霍玉和石大山之间 啊 你说你这个笨 你知道了 石大山和霍玉 他们两个是什么 黄丘他说:"喂,你家不是在开早餐当吗? 你还没吃早餐吗?" 刘强东他说:"啊,急着出来,还没吃啊。 说实话,说起早餐,我初中出来搅拌的时候 就几年没吃过了,直到今年回家做正经东西 我才重新开始吃早餐。现在一早早如果不吃早餐 整个人都没什么精神,和我当年完全不一样。 自从刘强东跟着我搅拌之后,没多久连妖怪他都不害怕。 平时一有空就过来和我学修针, 没事就去妖怪村去逛逛,和那些妖怪熟了。 不知为什么呢,我见他很少接近小鹿了。 是不是已经转移了目标了? 例如呢? 啊,清岳啊!你看看那臭小子的臭小子。 哈,跟头跟尾似的。 我吃完粥之后就问他了。 干嘛呀?今天过来搞什么呀? 连早餐当都不帮忙呀? 你妈知道了还不打死你呀? 啊,对呀,差点忘记了。 我还要有点多多多多。 刘强东那才醒起什么呢? 伸出手闢落三袋里, 拿出了一封信递给我。 今早早呢, 老神军来早餐当中送了一封信过来, 似乎好像很重要似的。 我便和妈妈请假咯。 马上走过来送信。 又真的? 现在什么年代呀? 还写信呢? 打个电话就可以了。 赵无极的信呀? 还很重要的样子呢? 我又说, 之所以刘强东叫赵无极做老神军呢? 是因为赵无极曾经帮刘强东算过名, 压归了刘强东整个月工资。 那个时候, 刘强东还真是以为 这个和我们在一起的老坑, 真是神仙的。 对赵无极所说的说话, 全部都信的。 赵无极算出来的所谓桃花运, 什么事业仙, 秀真吾胜, 刚出来就说得很好听。 结果呢? 全部都是假的。 搞到刘强东, 到现在还肉赤的。 看到他还想打他一餐。 我接过封信, 很快就想到赵无极所说的, 最近会有大事发生。 顺风很干净, 中间只写了一个字, 一字。 我很快就打开了信封, 从里面抽出了一张纸。 很明显, 是一张A4纸, 展成只是一张手掌那么大的纸。 上面也写了很简短的内容。 2014年12月25日, 凌晨12点, 聖诞节。 青木市中心, 有人事先暴露大震, 杀死了千名市民, 通过血制召唤出血魔。 我和修真者, 共同对抗血魔。 但是, 反而认为是制造这件事的妖怪。 同时, 世人也由此知道妖怪的存在。 这个字籍十分熟悉, 明显就是我写的字。 就是力度大了很多, 有些缩晒的意味。 不过, 又是真的? 这么重要, 这么危急的事, 竟然现在才告诉我? 未来的我。 不, 信是被赵无极保管住的。 这傢伙有没有搞错? 他这么可恶的? 阿大, 你看一身古古怪怪的, 上面写了什么? 旁边的黄幽, 还想夹头过来, 看看信上面写了什么。 不过, 我马上把信摁在心口上面, 好严肃地跟他说, 看,看,看,看什么看? 不准看啊! 只不过是赵无极告诉我, 有妖怪作乱, 叫我去收拾他们。 那件事已经过去了, 未来的我, 也都成了过去? 家里面那些妖怪, 不知道当初那个超强的妖怪是谁。 只是知道, 那个妖怪已经被我和姜子牙中一照目击, 或者是被天劫消灭了。 我从太平洋回来之后, 就一直没有跟他们说过这件事。 而妖怪村里面那些妖怪呢? 只是知道那个妖怪, 再也不可能回来找他们了。 似乎, 他成了那些妖怪在心里面的一个传说。 我知道, 他一定不想等任何人, 或者任何妖怪, 知道他是谁。 因为经历过这么多事的未来的我, 一定不希望让妖怪知道, 未来的我曾经耐约过。 黄幼, 他很不满地看着我, 很闻地说。 如果就是捉妖怪那么简单, 那阿带你收拾卖卖干什么呀? 不一定要呀。 升爷呢, 他很奸诈般露出了一瓶百咬。 嘿嘿嘿, 我们一起拿回把她的信拿过来来看看吧。 如何? 狗哥和刘强都说了。 好的, 好呀, 好呀, 我就扫了砖头出来擺在餐桌上。 哈哈, 是呀, 那是谁来来试试? 拖过的妖怪, 即时停止了这个话题 有时候 这些妖怪就是需要用暴力来镇压的 刘强东 还拿了一面 很滚面熟巴掌那么大的古婆镜子 递给我画 还有这个啊大 老神棍叫我交给你的 不知道是什么来的呢 是不是法宝来的 我接过这面很熟悉的镜子 左看右看 好快想起了 这面就是当初六奇的师傅 一秒真人所拿着的法宝 能够寻找到周围最近妖怪的寻妖监 赵无极既然将这件事交给我 意思就很明确了 就是要我去捉那个 可能是妖怪的 制造圣诞之重大事件的罪人 阿肥婆婆婆婆你说 这个任务真是重啊 人类死这么多人 一点所谓他都没有的 我都不知道姜子牙会在这件事帮到什么手了 只是希望他留在家里面 在最危急的关头 可以帮忙保护一下大家就可以了 现在的青木市 他好无奈地摔下狗头 似乎怕我一例着他 他会大小便失禁 刘强东他就站起来说 哦 那我也去啦 我少他一眼说 你去做什么呀 你去 去摘头摘尾都可以的嘛 不如直接说吧 你想去看热闹看热闹啦 我们都不迟疑了 我立刻拖着狗哥和刘强东 一起进了一部现代仔 开车就走了 开车的刘强东他就问我了 大哥 那我们现在去哪里啊 南平街 东里小巷 刘强东有点吃惊的 那里不是昨晚发生谋杀案的地方吗 连我家很近的哦 我点头说 就是那里了 我感觉到 那里发生的案件 和这件事有关的 一部车一直开到南平街那里 开了入东里小巷附近 而小巷外面 已经围了不少围观的群众和记者 咦 个个都看着里面 在巷后 有几部警车公务车停在这里 三个警察守着巷后 拉起警界线 不让外人出入 这个时候 地案发和警察调查 已经过了几个小时时间了 警察大概都取证得差不多了 有些法医 无关紧要的人员 开始上车离开了 我们三个落了车 逼个人群向里面走过去 一个最近的警察过忌 立刻拦着我们三个 站在那里 不让进去 快点走快点走 我露出一面亡言地说 啊 什么事啊 我想回家而已 这里发生什么事啊 刘强东呢 他很害怕地拉住我的手 说 哥啊 不是我们家被人抢了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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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会演戏的 啊 不能进去啊 不能进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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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消灭了它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